霧台社区巴士11月正式营运 族人好期待 巴巴风灾后的霧台 多数部落族人迁到平地永久屋 许多族人特别是年长者 上山回老家或是下山就医 都只能仰赖子女 但巴士启用后 让乡民洽工 房友 旧学 旧医都更加便利 要上来工作或是上来办事情 到乡公所办事情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搭公车 然后也可以再下来 这样子对我也比较安全 娘家的爸爸妈妈 常常叫我接他们去看病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更方便 因为真的有随时有老人家 有紧急状况的话 真的是很方便 巴士行进路线从长治百合部落 里那里好茶 山地门 古川 神山道 终点站 屋台部落 为了更贴近乡民需求 乡公所每年固定编列近一百万 经费自主营运 除了补足没有公路客运缺害 也设计套装旅游行程行销部落观光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除了我们乡民来利用这个交通工具以外 我们更希望是说有很多我们外面的游客 就是外面的朋友也能够利用这部我们的巴士 然后来我们物台乡做一个旅游或是上来走一走 那主要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他也可以建议一些能够接驳我们一些来物台旅游的一些游客 台24线路况虽然改善许多 但进出物台仍然必须行经蜿蜒山路 目前行驶时间是每周一三五六日 早上下午各一班次往返 社区巴士运输服务 让物台乡民回家不但安全舒适又没有压力 也可以让挂念部落的年长者 可以常常回物台老家走走看看 接着歌手评斗物台采访报道